说到这里 我们这里有一些职场的网络热词 又到了考网速的时候了 2012职场热词大厂 入职随俗 我们先看一个 看看是什么风格 打扮不修蝙蝠 钟老师这个在建筑行业当中常见吗 这个应该是挺常见的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有号称007之前吗 所以你哪有时间呢 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但是艺术家就有这个赦免的特权 就他不管多不修蝙蝠 你都觉得是他的style 天天刚刚精进 你觉得这是艺术成就可能差点 好 情绪劳动什么意思 先猜猜 是不是无效异谋啊 看一看 就得激激状态是这意思吗 一定要展现出某一种情绪的劳动状态 吃了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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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选打工人 什么都不耽误上班吗 对 老板见 老板见 老板见是什么 我猜是快速屏幕切换键 就是老板一出现 秒切 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 就一直当乙方的呗 乙气的是不是 说话做事很有乙方感 对 应用到各种情组中的人 应用到各种情境中的人 之前确实有这种 就是去相亲 然后聊了几句相亲对象说 平时老是乙方吧 就一几句话就能看出来 那边就是说有什么需求 在每一个课题中 我们优胜的同学都会有权利去选择一位大师 跟他们进行一个同台的对话 大师的信息呢可以翻阅一下 我最喜欢的那个大师 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就欣赏一面那个推文 最想见哪位大师 来 跳一下 翻盘 你玩吗 哎 怎么只有三位 哎 加油 有一天我也要找服务师 加油 有一天我也要找服务师 加油 我看了没人能想到的 你们在看大师的东西吗 我在看她的作品 要寫你又想她的模仿 我在想 演讲是介绍自己做的东西 没说要介绍做的东西吧 我不打算介绍作品 不要半分弄虎了 咋说 你在写吗 对 我在思考 打算拿地狱为线索 地狱为线索 应该只讲大学的建筑学经历吧 因为都是去交换的经历 其实 那你挺多的内容来讲 在讲什么 我们是背景上是要 我们要有啤啤 要有一个放 就是幻灯片吗 不需要 就甘讲是吗 可以甘讲可以 可以 我觉得我有点无知无畏 不 我是为的 我无知且胆小 我 你至少无畏 比较有压力 我觉得我比较有压力 你为什么有压力 他有梅恩 因为他跟梅恩 英语交流 妈呀 我们在旁边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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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问叶老师 叶老师 可以 那我和那个杨仙为马老师 其实面对 就是在我之前可能没有见过 只能在网上看到的人面前 就是不紧张挑战自己了 然后你讲自己的那一点 微波 你真的觉得好 真的会丢脸 我也觉得 我们能不能买个 插线板 再插上我们的 我也觉得 来 谁要来这 我这有了 那这儿这里也一个 你们也一个 对 谢谢 谢谢 你太好了吧 滚哥 兄弟也没交 你把那个 全发 全发全力 这个 没事 他现在玩挺贵的 没有 还好 要不就下次吃饭 你别交钱了 没关系的 滚哥 哎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出标一般是什么 折草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在细化一下这个逻辑 对 主要材料 是 放自前面吗 就大概的说明一下 主要是特色的 然后我们再核对一下标准 具体的笔实吧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 就是一个正本 正本就一份 然后我们 在右上角标准一下正本 然后标准到 签字盖装 第二个就是副本 副本的话 也是需要标准副本 然后但是他就是不能透露 公司的信息 我嘴里现在有水 最后水很凉 我就一直在嘴里温暖它 但他长得和人太像了 真的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人形 然后他以后发达了 他那时候有激动 我肯定打不过他 没有 没有 我的键盘废了呀 马哥是把我键盘的 他好像把我的接受器给拿走了 这这打击用盘主啊 昨天听说我要我不我不留下就 致敏鸡 你是不是要跟姐姐叫治标 治标不是 那个人机人机的那个东西 在这里 他是什么关系啊 现在 共生关系 就是我我造出了我的机器伙伴 就像钢铁侠一样 他有一个加加维斯 然后他会帮你去 嗯对对就像钢铁侠那种一样 所以最后他可能演化就变成了 人机人机人机 你自己也用高手吗 用的少 我感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 都会有高手课程吧 我觉得我们有的话 比我们好的学生应该都会有 我总我觉得可能哈公大气质 可能不大一样 我不敢说这话呀 我夸你夸你们呢 我只能代表需要最低水平 最低水平 地地板 就像钢铁侠一样 你就叫钢铁侠一样 就算质 那我问你 我找个人 算质 真的 好 我 不怎么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终于要做合作了 我们要是投标 不会投标 完了 要投标了 你跟我的备注居然是成绩 我给你改 智希 智希你们在干嘛 我们再搞一个 搞斜术 今天要完成我的一个招牌 很新一样 看我都懂你 毕竟我们是智希嘛 我想起来变个梗 陈本科 陈志本 等我读了言之后才可以当陈志颜 陈志颜 陈志颜 那你也那你真的是杨夕颜 哈哈哈哈哈哈 杨夕颜 是吗 老老设计还没开始 啊 我们先把那个弄掉了吗 哎呀我还没写啊 我也傻了 嗯 我看看博文怎么写 我得查去上课 你要去上课了 我两点到三点 你也太牛了 哎 时间同意 这整个的 结构和呈现的状态吧 它是一个接近于一个 比较偏圆形的一个 一个状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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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规划表的时候 金子当时有说说你这太牛了 都都夸他 然后头发人说 你你好像在CPU啊 PUA吗不是 对最初PUA 我觉得是个热词的时候 我都我觉得我能理解 这个CPU就是这样改过来的吧 CPU烧了吗 就让我脑子很累 那KTV我是 KTV我在 在我脑子里唱歌 哈哈哈哈 昨天刚好有人碰到 问我昨天我做采访 就问我 你知道那个CPU吗 然后我说CPU很简单 就电脑芯片啊 很简单 为什么不知道 啊你还生活在 2G时代啊 哈哈 毛卡 哈哈 04年的时候入行进来 就是第一名嘛 嗯 一路第一名 后来06年的时候就遭到 就是上层的变动 所以老板觉得 你没有机会唱这个歌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嗯好像我也没有舞台 后来重新去参加了比赛 重新参加比赛的时候 在那个比赛里面 是完全地自信地摧毁 嗯 就是每一次 要让你知道 你不是厉害的 嗯 那身边的人是真的那么厉害吗 就是你心服口服的那种吗 还是说 我觉得当然大家也有很棒的 明白明白了 嗯 所以其实在那个之后 后来还有在 呃歌手的那个 比赛的时候 嗯 我自己也觉得 哇还是有一种 心里面的难受 就觉得自己 还不错 嗯 不至于那么差 但是呢最后的结果 还是很差 所以我就觉得 嗯 这个会影响到我 作为歌手的一个判断 嗯 我觉得这个歌是OK的 其实现场的观众 反响是非常好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完全让你大跌眼镜的时候 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嗯 那个的怀疑 可能会让自己更强 但也有可能让自己 一血不增了 所以可能 我可能是不但在找自己的 呃 找自己的可能性 可能让自己变成六变性 因为这个方向去的 先赶アletter 2 6 9 6 9